减肥有一个患者抱着一个没好的梦想进来 他想把自己身材变得额挪多姿 想到这些呢 所以他抱着这个想法来 然后最初的三天呢 有减食期间 他可以吃米汤和这个苹果汁和身体适应 但是呢不能多 不能说苹果汁 但是断食期间水可以随便喝 但是米汤和苹果汁呢还是要限量 在下午的时候三点半呢 每天两顿嘛 所以说下午三点半呢 吃的是每天断食是每天两顿 这个减食是每天两顿 晚餐是不吃的 所以他这菜兰呢是黄豆啊 还有一点生菜 还有这个切碎的甘蓝呢 然后一点一点的成在小碟子上 量很小啊 豆腐呢只可以两小块 然后糙米饭呢是小碗的 很小的碗的那一小碗 其实这些量太少 太少 所以给人一种没有吃过饭的感觉 没吃的感觉 但是这个 它就是断食的减食期 就是按照这个食物来的 那从断食的第一天呢 这个胃啊 这个患者就感觉到 他这个胃啊 突然就萎缩起来了 然后胃啊 就那种知道 牵枪贴后枪嘛 所以很难受 然后就恶心 然后 然后 他这个 第一天呢 他这个 腰围啊 就减少了三分分 因为他 这个通过减食嘛 和第一天断食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个 这个女士 他这个腰啊 就 这个酷群呢 就变得这个 松了 然后在第九天的时候 他这个 腾围减食啊 断食进入第四天 那腾围是九天 这九天的时候呢 他没有吃东西 然后 嘴呢 黏 穿记忆都发臭 然后 他这个 开始排速变了 这个呢 是断食比勇的现象 也就是排泄 排泄这个体内毒素 他这个手里反应 他这个体重呢 也减轻了 那在 第十二天的时候呢 他这个空腹感 还有这个 焦虑 然后就消失 断食呢 结束了 然后 他觉得呢 意犹未尽 觉得再断食两三天 他这种体重呢 五十公斤了 他减少了十五公斤 减少了十五公斤 十二天减少了十五公斤 那在第十三天的时候 他进入捕食阶段 这个是捕食呢 是米汤 西米汤 还有黄啊 就西米汤一碗 还有这个西瓜呢 一小片 还有这个 酸梅干呢 一个 是一个 然后那个 水果 就这个 葫芦果一片 这个西瓜呢 当时他连皮都吃进去了 这个 酸梅干呢 他就在嘴里含了一个多少事 觉得特别的干美啊 最后一天的捕食 最后一天的捕食呢 他觉得 充满了感谢吧 就是 这个体重减少了十五公斤 对断食这种疗法呢 很是 感激 感谢